xD yo 各位親愛人 你們好 歡迎來到蘭諾的YouTube頻道 今天我們來開箱 What's in my bag 上次我們拍這一集的時候 大概是兩年多前 而且是在舊的工作室 他們說是可以防潑水的布料喔 那現在兩年過後 我換了新的包包 裡面換了新的東西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包包裡面到底有什麼 我使用的品牌是Peak Design的Everyday Backpack 這個是20公升的 它有出兩個不同版本 一個是20公升 一個是30公升 但是因為我比較小一隻 所以我背20公升剛剛好 然後剛剛Matt就講說 其實我背這個看起來都看起來超大 那這是第一代 那最近Peak Design出了第二代 我還沒有機會去看它到底有什麼樣子的規格 或是新的特殊的一些特色 但是目前來講我背它背得非常開心 它的命名是Everyday Backpack 它也真的就是我的Everyday Backpack 然後它有分 我主要是把它分成三層 因為它的設計是除了是攝影師之外 一般大眾也能夠使用的背包 然後我覺得第一次它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的設計很好看 它的實用性也很高 所以它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後背包 我們先從第一層開始看好了 第一層它這邊是設計一個磁鐵的機制 如果你沒有使用過它這一系列的包包 你就不會知道要怎麼打開 所以它的 它也有某程度的防盜 我們先從第一層開始好了 因為我把它客製化成三層 第一層是我最常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我先拿這兩本筆記本出來 這個是Molescan或是Molescan的筆記本 還有這個是無印良品的筆記本 它們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這一個它有日曆 週曆還有月曆 然後我跟客戶的開會說的筆記 或是一些行程 我會把它寫在這一個裡面 但是因為這本它比較薄 如果我有突然有什麼idea 或是我要寫劇本 甚至是有些日記型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把它全部丟在一本上面的話 會是這本無印良品 這個比較便宜 我可以比較不用那麼在意 上面寫到底是什麼 那這本目前還是有點空白 因為我是最近才買的 因為我發現 他們這樣子兩個搭配起來是最棒的 然後第三個項目 就是我最近也才開始用的這個皮夾 它是Bellroy Bellroy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因為我之前用的是短夾 然後用了大概有六七年 它也開始有點壞掉 所以我想換一個長夾 長夾能夠放比較多的東西 例如像我的名片啊 或者是像K-5更多的錢 所以這也是我換長夾的原因 然後再來其實也是它的顏色 它顏色很好看 我喜歡把我東西盡量是維持在冷色系 然後這個海軍藍我覺得很好看 那打開來的話 裡面它其實有一個撞色的設計 所以它是有點淡淡的咖啡色 有點像是沙漠的顏色 這也是我最近很愛的一個牌子 Bellroy 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很特別 這是我最近包吻那邊才新放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它叫做柯達 如果你是2000年之後才生的 小朋友應該不知道柯達這個牌子 但是這是一個底片相機 我買這台相機已經有 可能有五年了 我買了就一直放著沒有用 結果最近打開來發現 它的底片在18年的時候過期 所以我現在拍出來的照片 我不知道它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一個重新讓我學習照相的方式 還有這個 大家應該是無陌生的 Sony RX100 第七代 我身上會很喜歡帶很多不同小型相機 因為有時候生活中就是會有些東西 是讓你想要瞬間把它拍下來 所以這兩個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們會同時存在 但是這個是拿來拍照用 然後這個是比較嫉妒任何的東西 就會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Peak Design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設計公司 它會有很多巧思 然後像因為它知道它的使用者常常會要旅行 或是要跑來跑去 它這邊設計一個很小的一個Pouch 這個Pouch原本是要拿來給大家放一下護照的 但是我覺得把護照放在 美電包包裡面有點不是很明智的選擇 所以這邊又放了另外一個筆記本 我超喜歡筆記本 它是Field Notes 也是另外一個做筆記本的品牌 它們也有很長的歷史 有出很多不同版本的筆記本 這個就比較像是一個 我如果忘記帶這兩個筆記本的話 它是一個算是救命的小型筆記本 好 我們進入到第二層 OK 帽子 沒錯 我們的專衣帽 專衣帽它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第一個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大家想要有一次的外型 我們大家全部都會戴我們的專衣帽 然後有時候是 單純是因為髮型很亂 所以我會把它戴著 但是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品項 這個是我每天都會戴的 這個 2020 年必備款 這是台灣做的口罩 這個也是 2020 年你去哪裡都要戴著 這個也是 2020 年的必備款 這裡面是 75% 的酒精 還有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兩個眼鏡盒 這個是我的近視眼鏡 然後這是我的太陽眼鏡 兩個都是雷鵬的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雷鵬這個品牌 而且它們的東西也是一次用 就可以用十幾二十年 所以這是我每天都會戴著 然後太陽眼鏡 我發現我常常會戴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會在外面跑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眼睛可能會開始未光 或是可能因為常常看電腦 看太久 所以我會很注重保護我的眼睛 只要有一點點太陽出來 我就是會把這一個戴起來 然後這個款式的話 它也是今年款的 Wayfarer 它是塑膠型的 那大家常常會說雷鵬就是要戴 他的飛行員的眼鏡 但是飛行眼鏡它是像是這種細框的 細框我覺得我們如果常常跑來跑去的話 它就會壞掉或是斷掉 所以我就是喜歡這種塑膠的 塑膠的比較不會壞掉 好我們再來看第三層 第三層我把它當作是一個 比較是空閒的空間 因為有時候大家看你帶包包出去 他就會想要把東西塞到你包包裡面 所以有時候第三層我就是留著放鞋子 可能放衣服 如果有人東西要丟 丟在包包裡面 他就可以放在第三層這邊 或是有時候我出去的時候 我就會帶我最喜歡Bose的這個降噪耳機 上次講過它是我很喜歡的深藍色 大家有沒有發現 藍色藍色 然後綠色 所以維持在我的冷色系裡面 主要這三層都已經介紹完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有一層 這個我發現也是我很常用的一層 然後我發現雖然它做得很明顯 它這邊就是做一個很大的拉鍊 但是第一次要從包包裡面拿東西的人 都會忘記它到底在哪裡 或是不知道它在哪裡 這邊就是放我的手機 還有我們公司的識別證 這個識別證是我們最近才開始用 因為之前有人會亂闖入 進我們的辦公室 真的讓我非常惱怒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門禁設備 所以我現在進辦公室都要刷卡 這個是也是每天會用到的手機 我的Samsung Note 10 這邊還有我的充電線 還有筆 因為我很多筆記本 所以一定要有筆 而且我的筆不只放一支 我之前還會放兩到三支 因為筆也是常常人家喜歡跟你借的東西 OK 裡面還有放 底片 最近剛洗出來的底片 這是我用LOMO相機拍的底片 不是用剛剛在柯達拍的 還有這邊有個Laptop Sleeve 也就是放我的13吋的MacBook Pro 大家會說難怪你不是Tech YouTuber嗎 為什麼還在用2015年的MacBook Pro 因為2015年的MacBook Pro 才是真正的MacBook Pro 這樣會不會嗆到很多人啊 好啦 我們要嗆新版本MacBook Pro的用戶 但是我覺得2015年這一款 它是最棒的MacBook Pro 它的鍵盤很好用 它有這個USB孔 它有很多的孔 它還是用它的磁吸式的充電線 而且它後面 這個還會亮 所以它是我用一台非常 用得非常開心的電腦 然後我沒有打算要把它換掉 右邊這邊我比較是偏向個人的用品 所以我會放像眼鏡布啊 或是像OK棒的 因為常常出去可能會受傷刮到 這邊會放 這個柑橘的精油有時候會頭痛 所以這個吸一吸就不會頭痛 這個是合法的 OK 還有這一個綠油精 綠油精我覺得是身為台灣人的一種 拿出來就會覺得很驕傲的東西 因為它除了能夠 制蚊蟲叮咬裝 一樣是吸一吸頭就不會痛 所以這邊是比較個人用品區 然後再來 這邊打開來是科技類的東西 它打開來有很多能夠放SD卡 但是我沒有放SD卡 我會放像USB 那雖然USB在2020年 它是一個比較大家不太會用到的東西 但是我還是背有一個 還有髮枯 把它放在這邊 最後最後最後 也是一個我很喜歡的feature 我當初拿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沒有發現我會這麼仰賴它 但是拿到之後我才發現 超級需要它就是 這個放鑰匙的 這個 這叫什麼啊 它就是一個能夠放鑰匙的小機子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你知道它在哪裡你就很容易拿到 然後你會養成一個習慣 是你要用的時候就是把它解開來 然後用完之後就把它放回去 這樣子塞進去 其實 小偷也不太知道說 你的鑰匙就放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我2020年 我的Everyday Carry 我是我放的東西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話 我下次再做一集我的大相機包 我的大相機包是用 Lowpro的450AW 裡面會放我的相機 還有各式各樣的鏡頭 所以如果你對於那個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等於跟我們講說 想要我們做 這支大型相機包的評測 不是評測 的Everyday Carry What's in my bag 然後如果你喜歡看評測影片開箱影片 我們這邊會放一個評測影片跟開箱影片 我們其實有做很多的旅遊影片 會在這邊放我們的旅遊影片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的FB 還有我們的IG 我們這一集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